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这不 美国民主党人又亲身验证了这句话 他们在抨击特朗普时 不小心把自己带到了沟里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据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报道 由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为了推动一场听证会 于7月9日发布一条推文称 该委员会的成员们 走访了一个 位于南部边境的移民居留中心 发现那里的儿童遭受了 故人道待遇 这条推文的配图显示 一些移民躺在地上 他们被关在笼子里 众所周知 特朗普对待移民态度强硬 而民主党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本以为这张看起来很惨的照片 能博得公众同情 为民主党选情加分 可没想到 这张照片其实拍摄于 2014年奥巴马政府时期 原来是民主党前任的锅 赶紧跑 发现错误后 民主党人很快删除了这条推文 但眼疾手快的网友 马上就把截图保存了下来 有人奚落到 难道发推的小编是在网上随便找了张图来用 或者这位小编是共和党的卧底 自己这么不走心 就别怪对手不客气 特朗普政府刚被法院裁定不得用军方资金建边境墙 政筹缺少话题 对手就自己送上门了 其竞选团队的公关总监莫托 赶紧在推特曝光了这些照片 并指出这进一步证明 民主党人只是在边境危机上玩弄政治 共和党众议员弗莱斯曼指责民主党误导美国人 并说人们不会忘记这种欺骗行为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他们的推特上调侃称 你们现在知道这些照片是2014年的了 对吧 是在提醒我们谁是当时的总统呢 据报道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位民主党助理 在一份声明中承认照片是个错误 已经被删除了 但这位官员仍为奥巴马时期对待边境移民家庭的做法 进行了辩护 美媒表示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 涉及移民的政策和言论一直招致批评 不仅让几乎所有人都焦头烂额 也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而民主党这次乌龙事件 恐怕只会让更多人看清 两党其实在很多问题上 不过是五十步效百步 各自表演罢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